7月21日 有网友在微博上爆料称 范伟奇早年间 曾经讽刺过张绍涵没上过大学 此事引发网友关注 还有不少人前往范伟奇的微博下留言指责 据悉张绍涵和范伟奇 原本属于同一家唱片公司的歌手 早前曾经夺子合作 死角甚好 之后随着张绍涵与公司矛盾激化 二人之间资源竞争 二人有了闲闲 甚至有新闻指范伟奇的经纪人 总有歌迷去张绍涵的微博辱骂 在某双眼上二人同台演唱 《如果的事》也毫无互动 范伟奇从结婚到生子 作为早前同公司的好友的张绍涵 也未见踪影 至今二人形同陌路 陈建周就在21日晚发文 力挺自己的老婆范伟奇 陈建周称 今天有一大堆粉丝朋友爱的我 说我和范范上热搜榜了 很好奇的点进去看了一下 发现内容非常的丰富多元 我虽然可以一笑置之 但里面却刻意地创造出一些不实的故事 来恶意攻击范范 这点我真的无法接受 但也知道现在的环境 遇到造谣抹黑常常会有理说不清 只期待社会能有更多的正面能量 一起努力吧